好,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原子核 原子核是由直子跟中子 直子跟中子組成的 似原子核的直徑大小 最可能落在下列尺標圖 就是這個主標圖的哪一個區域 我們知道一個原子 它大小的話大概是1i 大概是1i 那1i呢 是等於死的 負十次方公尺 原子核的大小 大概是它的 一萬到十萬分之一倍 也就是說 原子核的那個大小 大概什麼呢 大概是死的負十次方 出一萬 一萬就死的負四 死的負十次方 死的負十次方 到多少呢 死的負十 死的五十方 一萬到這個十萬倍 所以大概是死的負十四 到死的負十五 所以應該什麼 應該這個區域 所以這一題大家應該要選B 是 負十四